OK 开始今天的香港地 美夫老人院 其实我说了几次美夫 两次左右 不过很多朋友都是新来听 就要听一下美夫的情况 不过今次不只是说美夫 就说了晚一顿山和星月居 大家可以相对比一下 究竟在美夫附近这一堆楼宇 究竟情况是怎样 美夫属于深水埗区 区内总共有14230个私人住宅单位 基本上过万个都是美夫 美夫占了大部分 人口总共4589人 因为美夫是很早期的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美夫就开始出售 所以美夫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是非常之强大的公公园 当然随着我们长大我们都这么老了 这个老人院 当然更加是老人的屋苑 区里面就是有 美佳顿山和他最主要 大约那个月入中位数是 48,960元 绝对不高 因为很多老人存在 大家都没什么收入 很多都是 老下的 以前自己存钱 收利息 或者收租 大家都是这样 其实都花很少钱 年龄的中位数是47.3岁 相对其他屋苑都是比较高的 今天还会再介绍一下 就是再加多一个 因为 只有两个屋苑 不是很足够 找多个四小龙的 其中一个屋苑就是 世界四小龙的 星月居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星月居 拿给大家看看 哇星月居 懒有型的 很漂亮啊 四小龙 当然啦 星月居是2003年才入伙 你想想到现在都是 因为只有11年 相对来说 在市区真是非常 非常年轻的 当然啦 那个是50岁 这个是11岁 哇非常年轻 发展商还要是 高大上的 新鸿基 还有信德 2003年入伙的时候 到现在 19年 24 是啊 19年 11年 想想 记住 14 不然 19年 不止了 21年 什么19年 现在是2024 所以 21年 哎呀我搞错了 怎么说 原来他都不是很年轻 21年 哇好夸张 星月居总共有7座的住宅大厦 整个屋苑合共是2434伙 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很密麻麻的 单位的实用面积是介乎378到1166尺 166就算很大的 那么间隔 间隔呢 涉及一房 和三房 至到三房 应该是 星月居的单位 是很高的 楼面 算是有九尺九 通常我们来说 就是说 有九尺 叫做OK 10尺 就很高的 他九尺九都很高的 是这个的卖点之一来的 那么星月居自己会有他的自己的会所 星月会设施很多 新鸿基这些不会差的 包括有室外的园林泳池 健身室 卓球室 英式的英式的英式小一点 英式的巨型一点 sorry 美式才是小一点 室外还有儿童游乐场 和这个烧烤农庄 都很多 那好了 还有他自己的购物中心 星月商场 和屋苑邻近的 D2Place 和长沙环广场 买东西都很方便 那个位置来说 买东西是方便 但是就要接受 因为他以前是 工业区 现在虽然工业都没什么 但是相对来说 那个地方 都是周围的环境 比较纜一点 那么 星月居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就是他基座商场 连接港铁站 接着旁边又有个巴士总站 所以 交通是极致方便 如果你上班下班 一个星期有五天 很舒服 另外他说 单位的侧是比较多一点 大两房有侧王之称 所以很受欢迎 四小龙之中 唯一是他 竟然有一房的单位 所以如果你是 两口子又不会生 永远都是一房 对用 这样OK 这样 适合一些单身的人士 或者是小家庭去选择 另外还有会所 质素比较好 设施多元化 这些是 大家对星月居的 优点的赞扬 接着 缺点 缺点就是 大部分的 单位 警 就是给 这个 楼 就是楼 或者公路 借载住了 周围都 各座之间的距离都很近 可以握手 所以事业上 比较有压迫感 又是跟着 因为 以前的工厂区 围住了 所以相对来说 暂时来说 还是空气污染 比较没那么好 或者 你在两条公路的夹击之下 相对来说 车声比较吵 好像我老婆那些 黑小小声 吵醒 很麻烦 他不住得 依然住 澳海城都是这样 下面的人 一早早就在 搬货 吵乱巴闭 他又醒了 五六点就醒了 海景被新公屋 挡住了 真可憐 他在一年前 那个价是 16025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房子 跌得不多 现在 14 6 94 跌了 1300多 12元一尺 实际上 只是8.3% 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 所有的屋苑的统计 这些市区的楼 较为新正的 虽然说有一年 都是较为新正 尤其是新龙基 没什么 跌得不多 8.3% 所以 相对来说 比其他屋苑保值 家庭住户 每月的中位数字 现在收入 6万5千元 就不高不低 这样 算是OK 年龄的 住在这里的住客 中位数字 45.7岁 算是中中的 每月的租金 租出去 平均是 18000左右 都OK 因为它小单位 都有 现在 总共有 85个盘 卖 如果以 2000多个单位来说 85个盘 拿出来 卖 不算 很多 你还可以慢慢选 不过 好了 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曾经 惹惹惹惹的意外发生 有什么凶宅 在2009年 3月9号 第一期的第一座 就有三个月的一个 南英 喂完奶之后 放回那张床 不知为什么 撤死了 结果 救不回 这件事是比较悲哀的事 09年了 所以有个凶宅 2013年 好了 也是12月5号 第一期三座 41岁的 还有抑鬱症的 这个女护柱 又是 很多时候 香港抑鬱症 就在高处 跑不跳了下去 就当场死亡 当然这个三座的单位 变成了凶宅 好了 最近看看它 买卖 在今年的8月 三座高层 屍室 它就是实用面积 522方尺 两房间隔 望内园景 原本叫850万 最后累月减了130文 哇好夸张 减了这么多 以720万 沽出 赤价 13700多 不算是很贵的 在这里来说 原业主在03年10月 用205万 03年 当然很早 你想想 二十几年前 持续了21年 才卖出去 结果是赚了512万 能够赚到钱 很棒 再做一个月 24年的7月 有一个 中层衣室 实用面积是490尺 两房单位 850万 开价 结果 7月的时候 就减了730万 减了120万 最后 720万才可以 才卖出去 结果上 面积 赤价是14694 相对来说 高了一点 一路一路下跌 你看到 你看到 他在 21年7月 很可憐 那时候 高价 930万 买 持续了3年 都输了23% 他这些 不会摸到顶 因为这些屋 都是跌得有限 所以他都是 23% 输了就可以了 因为 你是 21年那时候 基本上是顶 他都叫 输了 20多% 20% 23% 不算很多 所以这些屋 在这段时间 因为他相对来说 是新一点 21年 所以输得少一点 那好了 接着看我们的 第二个单位 有红旺 这一个 就是 曼克顿山 如果看开 这个 美呼新村 知道 如果你想 又是住在 这个附近 又要求新一点 这就是 你唯有 闷一顿山 因为不 沒那麼多鬧鬧鬧鬧的事,馬頓申簡單很多 2007年就蓋好了,有五座樓 以前也有很多炒家在這裏炒樓的 發展商通過國際 是這個再通國際 我不懂這個再通國際,沒聽過 跟新龍基地產,可能是前身有份 這個荔枝角車廠,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做地產的,他也是有一些樓在附近賣的 他就說,幸好,那時候很久 二十多年前,他是賣到七千多元呎幾個開心 那個地產商 好了,他就用了二億五千萬去興建 搞了兩個會所,叫雙子式的設計 有泳池,室內泳池,室外泳池,諸如此類 通常其他都有,那些甚麼餐廳 新龍基有很多時候都喜歡自己搞一個餐廳,很有趣 有走廊,桌球室,有燒烤牆 他自己設了一個五萬呎的商場 當然是小的,五萬呎當然是 另外就有一個叫做萬芳,另外下面有Persific Coffee 豆室,即是理髮店,7-11,元氣壽司 接著一樓還有759,阿信局應該還有一個存在 我不知道,大家朋友去講一下 就是這些美容店 這些都是一般,即是不是太多人住 他就去做一下這些事 優點就是交通幾十方面 但好像說,那些人都要走一段時間 因為你要去美孚那邊,即是地鐵站那邊去搭車 由於美孚有幾條巴士算是去港島,新界 所以如果你是搭巴士的都是OK的 如果你認為你覺得美孚很方便 但又嫌他很舊,或者很吵雜,諸如此類 曼克頓山就是你的第二選擇 當然這個相對來說,比美孚年輕一些 就住,年輕的家人會好一些 所以他的樓價跌得比較少一些 通常都是硬正一些 那麼他下面的人說,有759 還有美孚街市,買東西容易一些 那些師奶都這麼說 那麼很多狗隻出入的 但是他說,在屋苑都很乾淨的 沒有什麼意味的 那麼鄰居的質素,他就相對比較好 有很多日本人,韓國人都在這裡 現在不知道 現在可能走得走,經過COVID之後 那麼麗芝國公園,因為周圍的環境比較好一點 你就可能會喜歡 那麼另外,因為新鴻基做管理 所以一定的質素會提升 缺點就是,如果買你的向著停車場 有機會就會 起樓,是不是起了沒有,我也不知道 大家要告訴我,它會影響了警官 因為可能我拿的資料比較舊 那麼部份的單位就有黑廁的 廁所通風比較差 但是日本也是黑廁的,沒什麼所謂 看你搞得好不好 另外,海景比較遠,麻麻煩 一年前,他的樓價每呎是一萬八千多元 現在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元,相差很少 真是想不到,一年之內 他的呎價只跌了五百八十五元 站得多硬正 整個樓價只跌3.1% 等於沒什麼跌 所以如果你買這些樓 保值的真是容易很多 家庭的住戶 他們每月的中位數收入 就是六萬一百四十元,相對高一點 年齡中位數是四十點六 年輕的 每月的租金中位數是二萬三千八 不便宜 現在還有五十個盤 正在賣賣的 你想賣就很長時間了 好了,至於這個凶宅 又要跟大家說一說 在2012年的時候 有一位七十一歲的老翁 墮樓 但是他真的很為人著想 這些七十一歲的老人家 他沒有在自己的屋宇 在樓上跳下來 變成空窄 害了家人 他又怎樣 他跑到平台上 在平台上跳下街 真是誇張 所以他連上 撞到樹枝 跌倒下街 然後死了 還有遺書 這些人真是 不知道應該怎樣 當然要珍惜三明 不應該這樣去 自住自己 嚇到人 下面有人 怎麼搞呢 盡量要這樣不行 好了,另外 就要介紹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圖片 哇,這個真是幾驚人 給大家看一下 真是驚人的圖片 哇,你看 這些就是在不同的人 拍攝了香港的 菲律賓、印尼籍的人 哇,我看到都是牙煙 擒槍屋外 不斷擦牆 不斷擦牆 槍骯髒少少都不要緊 有很多攝石磁石 這些東西去擦 要不要這樣走出來擦 很危險 2023年5月15日 就在這個曼克頓山 錄了中層38歲的菲律賓工人 因為擦槍 不幸跌了到下面 錄了 對開平台死了 你想一下 這樣擦法 一眼不慎 你看 左手邊那個 變 哇,這麼厲害 這個還踩住的 他真是傻傻的 你這樣一眼不小心 那就沒有了條命 一眼害了個人 另外呢 最重要你自己有另外 由房子變危樓 變了這個空樓 最重要的生命 對不對 最重要 就是要保住 不要傷害到人命 大哥 房子輸一點錢都不要緊 這個真的要小心小心 大家不要搞這些東西 好了 那麼 這個最近有些成交的 這個曼克頓山就是 三座中層B室上面 即是1126 大單位來的 三房套房 連套房 工人套房 還有 單位坐向是 這個東南方 那麼 最新是用 2078萬的車位 賣了出去 折合每一呎 就是18400多元 算高 原業主就是 2007年4月 用983萬買回來 那麼你這麼早買 當然是發財 17年開了 那麼 結果是賺了 1095萬 所以你說香港人 即是買一樓早那些 個個個都發財 好了 另外六座中層F室 實用面積大約是 558尺 兩房間的間隔 原先的開價 就是1050萬 最後減了112萬 用938萬賣出 赤價是16000多 你見到 那些價錢都非常非常硬的 好了 接著到我們今天的戲玉 這個美孚新村 好我們換一換 圖先 好美孚 怎麼會變成這個 美孚新村 是這個 好了美孚新村 就是在1968年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 美孚新村 很經典的個案 以前還沒說過 所以今天特別找給大家 跟大家說 很奇案的 先大家要特別特別留意 因為是跟凶宅有關 美孚新村是1968年 至1978年 期間 落成 入火 所以我很小時候 幾歲的時候 已經聽過美孚新村 也在十幾歲的時候 去過美孚新村 村內 有99棟的住宅 是香港住宅 座數最多的 屋苑 真是嚇死人了 99棟 很誇張的 99棟 我數都數不到 那麼多的 一般就是一棟兩座的設計 其餘各座 以剪刀樓梯形式 和電梯 分間兩座大廈的設計 真是奇怪 一般每層是一至四房 不等的 提供 13149個住宅單位 你想想 一個屋苑 這個一個屋苑 14000多個單位 如果英國有一個其他地方 一個屋苑 是嚇死人了 你住了四萬多人 還不是一個屋苑 兩三萬人一個屋苑 所以基本上美孚新村 自己製成一個屋苑 真是誇張的 標榜 當時是很先進的 因為 有很多概念 譬如說 射口氣 進入先 以前哪有個個 背著射口氣 所以有入場電線 中央式的石油氣系統 熱水爐 當然是勁抽 以前沒有的 是的 我們曾經都試過 發生這些熱水爐的事件 在那 滲漏了那些 石油氣 然後 聞了我 其中有個家人 暈倒在裡面 極誇張 後來救回他 好了 村內設有 非屋苑的管理的 消限設施 好像健身中心 保齡球場 還有保齡球場 現在我小時候玩過的 朋友 帶我去玩保齡球場 一次那麼多 還有戲院 是不是雙計結業 原來已經 鄰近還有 公共圖書館 街市 室內運動場 和麗芝閣公園 居民可以享受各種活動 你要喜歡 有些人 很喜歡在那裏運動 另外還有 萬善樂廣場 有美夫廣場 然後還有美夫新穿第四期商場 總之買東西很方便 我進去看過 是很漂亮的 但是 不是很漂亮 很多東西 應該不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很混亂 很雜的 老實說 很多人 將 賣的 凍肉 最主要是賣的 水果 菜 放在門口外面 爛住了 真是有多老鼠 現在抓了沒有 那天說這個紅磡 黃埔的人說 不是呀 現在老鼠改善了 是嗎 我看資料還是很誇張 我不知道 黃埔我自己沒有住過 我的朋友住 上次也有說過 但是這個美夫新穿 我都沒有住過 但是我聽很多人說 我以前想試過去住 有個導演跟我說 你死呀 那裏 很多個劫案的 你現在被人劫一次 一年一次 你又不值得 我說是嗎 他嚇嚇我 搞到我不敢搬去那裏 最後是自己買了樓 他在沙田 真是極死 好了 有什麼優點 教通方便 不用看 巴士總站 這個地鐵站 方便到離譜 然後周圍都是食物買 什麼都可以買 晚上又穿梭 很棒 酒樓又有 行 還有交求很活躍 因為 當然活躍 大佬 99個動單位那麼多 住了萬幾個 家庭當然 自然你不賣他都賣 有很多人 一般來講 千多個 像我那天介紹 雅典居 賣刊山 千多個單位 這個萬的一十倍 當然很多人會成交 然後 因為你交求活躍的話 你家屋賣出去 就相對來說 脫手比較容易 這個 我是有保留的 現在他認為是 兩房間隔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是上車客的 都OK 還有一個 那些人經常說 這個好啊 為什麼 維修大維修 不用怎麼夾錢 為什麼 因為發團很多錢 剩了很多很多錢 你不住 你賣出去 你撤底了 為什麼 發團的錢 我們分的 做維修 缺點 不用看 就是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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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 小舊老人院 是不是 老人的屋苑 當然舊 盧偉鵬在裡面 我試過去 他探望他 沒有去他的家 他在下面的茶餐廳 這個人是成龜去茶餐廳的 現在 還行動 眼看 很差 很差 不知道他 引誘 當然因為你是太老 太舊了 所以 你要小心 安揭 我經常都說 有問題 因為普遍的銀行 計算 最長的還款期 用75年 扣你的年齡 結果 第一座 第一期 是25年 其他可以做到30年 會不會有變化 我不知道 為什麼 這些 銀行經常都動 你這些最老的老人院 相對來說 被人針對 我就 很害怕 買房子 隨時害怕 到時 我賣出去十年八年之後 死了 沒有銀行 去承 那就不用搞 是不是 很麻煩 交球現在是活躍的 銀行暫時還是肯批 30年 以後不知道 當然 總之 經常說 殘舊 於是 鼠患 雜亂 這些東西 你要去接受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被人参痴,不敢说参痴,有些路人家都蛮好的。 门口堆满了鞋,通常都是很普遍的事, 有些单车、杂费什么都没有,大家都不管了, 总之阻止走火通道,一年前每一尺的价钱是11,025元, 现在是9369,相对来说差了1,656元, 以九龙区来说很差,输了15%, 所以美肤不是这么容易,亏得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说其他的屋苑是大跌的, 这个价格当然了,只是说这个区域而已。 家庭住户的每月收入中位数是47,900, 算高了,年龄中位数是47.8, 不是47,900, sorry,是很低的, 我说7,900,看错了,47,900算低了, 一般有7万元。 好了,47.8肯定就算老了, 好像盧偉鹏那些拉高了, 每个月的租金中位数是2万元, 租回来是便宜的,他不算劏房,如果算是便宜的。 好了,最近有些什么的成交呢? 就是在三期百老汇63号的中高层9月的时候, 有个657尺的三房间隔, 用610万成交了9400多元一尺, 跌穿一万元的了, 原业主买得相对来说算早了, 19年5月就888万, 就依头家买入, 拿了5年, 结果都是输了270万, 真可憐, 贬值了三成, 哇,都是top那只, 你想想输得, 所以你想想一跌插下去, 这些输得很金, 旧房子就是这样, 整个月有12宗买卖, 平均赤价买到9100多元, 所以绝对不高价, 10月第六期恒柏道, 11号高层私室, 上面即是509尺, 两房间隔, 就是用涉让价放盘, 4月之后, 一路撒撒撒撒撒了100万, 还要用570万沽出, 赤价是11000多, 算是好, 一万一千多, 赚了4年半, 都要输156万, 老闆, 所以说, 唉, 不要买这个美副, 好了, 讲一些旧的案件, 要讲讲经典案件, 其中则, 现在还未讲, 1975年9月2日, 美副新村发生日虎, 生日虎虐杀案, 以及27岁的日直, 日虎, 不是生日虎, 是发生日虎, 那么, 27岁的日直的少妇, 留在导流季子, 导流季子, 这么有趣的, 叫做, 回家, 日本籍的丈夫发现, 倒闭了第二期三十四座, B5的床上, 颈部有丝巾纏住, 口部被塞住, 少妇的胸, 下体有数十个, 尖蕊刑所刺的伤口, 那么, 只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女儿, 目击事件, 但是太年幼, 被免被遭毒手, 有一个日本的男子, 曾被视为疑犯, 到现在, 这案子竟然还未破, 真的很可惜, 已经是1975年9月的事, 好了, 1981年11月30日, 美夫有一个女童命案发生, 十岁的女童, 王苑勋被杀, 气死了在九华径中山台的山腰, 六个月之后, 一个傍晚, 銅鑼环高士威道, 发生一宗, 雙重自杀案, 34岁的非籍女兇手, 朱利达, 带同她的儿子, 在銅鑼环高士威道, 在天台跳下去自杀, 原来, 女童朱利达, 朱利达和她一家很熟, 请她去食堂, 直至下一次, 抱着玩具狗, 知道她喜欢吃肉, 她认定王苑勋是魔鬼, 所以决定去驱魔, 这样杀了人, 唉, 这些而已, 撞邪了, 好了, 87年1月23日, 商人庄启明47岁, 在美夫停车场被人打死了, 警方事后, 拘捕了王桂芬家族, 这个很出名的王桂芬家族, 手下杨培角, 就怀疑她买空杀人, 好了, 另外1989年8月19日, 美夫新村的百佬回街, 30号15楼一个单位, 揭发枝解女尸案, 真是夸张, 一个日直的商人, 勒死了寬祥女子, 杀人之后, 还用刀, 鋸了她的身体, 支解, 将她的尸体包好, 打算将她抛弃, 但经过详细考虑之后, 决定向警方自首也好, 自首也好, 但是, 哇, 她的过程, 哇, 落得手了, 那么, 在1990年, 4月8日, 又有美夫发生警匪枪战, 25岁的警员, 岑海杰和一名匪徒死亡, 那么, 结果, 匪徒, 裁定了, 这个警员是被他杀, 那么, 97年, 哇, 很多案件, 真的, 这个的, 水电工程的人员, 在上海食店, 楼上的员工宿舍那里, 就, 喝了有冰毒的苹果汁身亡, 一年后, 调查毫无进展, 成为冤案, 哇, 美夫很多冤案, 那么, 97年的4月8日, 这个有一个三级大火, 就是, 关于, 我们的已故, 作家, 王瞻先生, 他妈妈, 就是80岁, 李慧卿, 和他的侄, 15岁的, 就在这个场火灾里面, 就是, 身亡的, 哎呀, 不要说下去, 这些不是很开心的事, 好了, 那就, 不要说其他事情, 说一个呢, 比较特别的案件, 就是, 在2001年, 1月2日, 这个呢, 就是, 很特别的案件, 真的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美夫新村, 发生了伦常惨案, 那么, 主要关键人物, 叫陈伟尚, 那么, 24岁而已, 那么, 他爸爸呢, 叫陈鹤权, 50岁, 那么, 那么, 这个陈鹤权呢, 他呢, 就是一个的, 装修判头来的, 早年在内地结婚, 那么, 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么, 那么, 除了一个大儿子之外呢, 留了一个小儿子, 和一个女儿, 和一个老婆, 就在内地那里, 那么, 那么, 后来呢, 慢慢将他们就, 申请回来, 那么, 但是, 那个小儿子, 还留在国内, 那就是个小儿子, 和一个老婆, 就申请了来香港, 那么, 跟着呢, 一家就团聚, 但是, 自小呢, 因为他要工作嘛, 那么, 就不是很照顾得到, 大儿子, 那个陈伟尚, 那么, 于是乎呢, 隔壁, 有一个姓周的女人,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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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台山人, 那么, 于是乎, 就将个儿子, 就经常交给他的, 那就是陈伟尚, 那么, 那时候就是小儿子, 那么, 那样, 而那个姓周的女士, 他都是一子一女的, 于是乎, 三个人一起, 成是小儿子一起玩, 那么,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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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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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这个陈伟尚, 那样的脾气, 很暴躁, 大了之后呢, 就不务正业, 好吵架, 那么, 可能, 早期, 妈咪又不是在家, 那么, 你来到, 你是大陆人, 可能都不理到我, 那么, 大家很难去相处, 那么,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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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犯有这个盗舌案, 有案底的, 那, 那, 其中有一日, 那时候,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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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他打电话给契妈姓周葵女士,他说我和妈妈有点争吵, 因为他那时候想跟女朋友结婚,跟妈妈说我要结婚, 你给钱我,妈妈说不肯给钱,那时候有些前人争吵, 叫契妈不如你过来帮忙,契妈姓周葵女士就好了, 就过去,到后面案件发生,后来警察就描述那件事出来, 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警察就说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那又怎样呢?就是这个陈伟尚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跟他妈妈争吵得很厉害,最后竟然拿个铁锤, 打破了妈妈的头,杀了妈妈,是亲生的妈妈来的, 跟着呢,那个契妈就一直劝阻他,阻止他, 他拿了那个铁锤,打死了那个契妈,杀了两个女人, 你是不是瘋了? 跟着呢,那个老爸可能是见到的情况, 抢了儿子的铁锤,打死了儿子,死了三个人, 你是不是夸不夸张? 儿子杀了妈妈,杀了契妈,瘋了线, 跟着呢,那个老爸因为很爱他老婆的, 一直对他老婆很好的, 他都抢了,拿了个铁锤,抢了他, 他都大胜了,做装修可能, 拿了个儿子的铁锤,打死了个儿子, 他儿子可能杀了两个人,都呆了自己, 都不会反抗了,被他老爸杀了, 就无端端一家三口, 即是一家, sorry,不是两家, 应该是姓周鬼女士,她是契妈来的, 那就死了, 好了,警察来到了, 那个老爸就呆了, 无端端杀了自己的儿子, 老婆和好朋友死了, 接着,那个女儿就放学回来了, 见到这个情况, 见到那个老爸,当然呆了, 对了, 接着他老爸突然间, 推枪, 砰,跳出楼, 跌到下面, 死了, 那就死了四个人, 你是不是, 不懂去说, 对不对? 一个这样的, 无乃, 二十四岁, 无业游民, 搞到, 不只是自己一家, 乱了大龙, 妹妹, 无端端, 没人照顾, 还在读书, 接着, 还有一个弟弟, 在乡下, 还没出来香港, 一家就惨变了, 你说是不是夸张, 接着, 家里又变了凶宅, 又没了老爸, 又没了老母, 还无端端欠了人家的家, 那个妈妈, 唉, 这些论常的惨剧, 真是, 所以, 劝大家, 如果家里有些很特别的人的时候, 你要去, 小心一点, 要应付他, 有时真的, 你没有办法, 快点跟他就切割了, 就是, 这些人, 他又不算是有精神病, 是很麻烦, 就是害群之马, 那跟他切割了就算了, 就是他, 要找人赚钱, 就是靠家人, 所以, 大家, 拜拜就算了, 永远不要见面, 那就免得, 所以, 这个, 我找资料的时候, 我都呆了, 哇, 有些这样的事发生, 是的, 我跟老婆听, 说完之后, 只能够呆了, 就是, 不懂回答, 不懂回答, 那, 说完这个美孚新村, 最紧要跟大家说, 就是说, 你记住, 买楼, 未想买, 才想买, 你买那间屋, 有几好, 一件事, 但是, 如果你突然间要很多钱, 就是要套回那间楼, cash, 去买楼, 那时候, 你会发觉, 如果, 那间楼是特别旧的话, 未必可以很容易地卖出去, 虽然, 美孚新村, 它的成交量比较高, 但是, 不代表一定买那间楼, 对不对? 那, 突然间, 市场倒下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老旧的楼, 通常来说, 是很少人要的, 尤其是, 美孚新村这些, 比较难去按揭的, 所以呢, 你现在不知道, 现在的银行, 越来越收窄那个贷款, 所以, 随时, 我都会说, 一不跟你按揭, 就是, 不跟你按揭, 可能, 成数很低, 那你就够难卖出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想到那些楼, 是, 卖出去很麻烦的时候, 最好就想清楚, 不要只想着, 哇, 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就去买, 不是的, 如果没有人接盘的时候, 就很麻烦的, 其实, 我个人就觉得, 美孚新村肯定很方便, 我们常常有这些朋友住, 去探一下他的东西, 但是, 绝对不喜欢他四周的环境, 很旧的, 很老实, 那从投资的角度看, 就是, 很危险啊, 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 而且, 现在呢, 全香港, 就是, 你建了很多七八十年, 你记住香港呢, 其实真真正正发达, 是七八十年代开始, 所以七八十年代, 开了很多, 建了很多楼, 到现在, 都已经, 没有四十岁呢, 都三十几岁了, 那, 就是, 那一堆三十几, 四十岁, 永远, 比你五十岁又要好些, 那那些呢, 如果要卖, 就卖那一堆, 但是, 以后这一堆全部都变成老人公, 真的没有人喜欢的, 老实, 我都说了, 就是, 如果你, 大量政府, 建这些这样的居屋,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卖居屋, 是不是先啊, 只是我喜欢住私人楼, 喜欢私人楼, 都不喜欢旧的, 是不是先啊, 住一些新的, 所以这些是相对来说, 难卖的, 非常之要小心, 那如果卖不出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不是一个好的资产, 因为呢, 你根本没有套现的能力, 所以我依然是那句, 如果你贪便贪方便, 你可以租来住的, 如果买的呢, 请三思再三思, 好, 多谢你, 看我这套片, 记住, 传给你需要的好朋友, 多谢, 拜拜,